男孩意外看见同学慌张地从女侧出来 他好奇地上前查看一番 却看见暗恋的女孩衣衫不整地坐在那里 男孩瞬间明白了一切如五雷轰顶般 于是发疯式地奔跑逃离 他和女孩每天会抛在游戏厅里播放 但二人很少讲话 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哥哥经常找东西打架 每次东西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伤痕为累 被打完的东西会坐在女孩的身旁 女孩会在避开时给东西买的牛奶递过去 东西也会将巧克力棒分享给女孩 二人很是默契从不问对方原因 女孩名叫轩雅 和东西是短暂的邻居 这天打完游戏后东西带轩雅回家 两个月的相处他们对彼此都有些许的好感 在雨中也会觉得无比的自由与幸福 轩雅回到家后发现父亲和叔叔又在吵架 因为父亲做生意失败将家族的财产亏得精光 轩雅不想面对这样的父亲和家庭 于是来到隔壁的东西家 东西看了看无家可归的轩雅 于是打着伞让轩雅进了自己的偏方 东西将门关上的时候两个哥哥恰好回来 边辱骂边对东西动手 对东西来说这只不过是家常便饭 这时东西注意到母亲望向自己 东西向母亲展示自己被两个哥哥打得外伤 但母亲看到后轮摸得一言不滑 继父还催促母亲快点过去服侍他 回到房间的东西用被子当作屏风 让另一边的轩雅换上他的衣服 然后将仅有的被子给轩雅围上饱满 他们两人躺在一个地板上 轩雅问东西真的是无力还手吗 东西说自己力气很大没人打得过他 他好奇母亲为什么看到他遍体鳞伤却不难过 他问东西如果有人进来了怎么办 东西表示这个家没有一个人会在乎他的 就这样两人相互依偎下度过了一个阴冷的雨夜 后来东西在补育室看到了开头发生的一幕 他没想到自己一直喜欢的女孩会被玷污 于是愤怒的东西将朋友打个半死 这时两个哥哥路过看到打人的东西 还不停地辱骂东西是个废物 于是东西将两个哥哥也往死里揍 轩雅看见东西如此的暴力真的要把人打死 于是用路边的公用电话报了警 还说有个流氓快把人打死了 东西没想到轩雅会这么对自己 也就是这天轩雅看见父亲跳海自杀 已经改嫁的母亲将他接回了首尔 一晃多年过去了 东西在首尔坐网约车司机 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女孩 东西故意和轩雅聊起他的家乡 还说自己是因为一个女孩来到的首尔 慢慢的轩雅也认出了东西 他向曾经的邻居哥哥说着好久不见 这是他们失联多年后的第一次相遇 东西带轩雅去KTV唱歌 还一起打着原来二人喜欢的电子游戏 东西对轩雅说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周星驰 还戏剧性的表演出星爷踢球的动作 轩雅被东西的表演笑的蹲在地上站不起来 这时路过几个喝醉酒的小流氓 他们对着轩雅说看到了他的内裤 但东西不能忍受别人侮辱轩雅 于是愤怒的上前教训几个矛头小子 轩雅看见东西还像当年一样暴躁 怕出事的轩雅急忙拉着东西离开 轩雅带东西去了自己的住所 这时东西不经意间看到轩雅和一名男生的照片 东西询问照片里的是谁 轩雅表示那是他的前男友 东西只好将照片反扣了过去 轩雅被东西小孩子的幼稚行为逗得笑了笑 而且说很怀念几州岛的大海 东西一听就要立刻带轩雅回几州岛 但奈何轩雅第二天还要上班 东西想到可以去附近的海域 东西还特意向朋友打电话借跑车 他们一起自由地在沙滩上飞驰 这一刻他们仿佛回到了曾经的日子 那些痛苦又带一些温暖的青春 天亮之后二人还意犹未尽 于是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但轩雅的反应却很是出乎意料 东西似乎也明白了轩雅的意思 他一遍遍说着不要再叫他哥哥 两人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东西将车子停到了路的一边 他好奇地询问轩雅为什么说不喜欢自己 轩雅并没有回答东西的问题 他给出租车中心打电话叫了辆车 此刻东西的内心很是崩溃 自己喜欢多年的女孩竟然对他没意思 最后东西还是邀请轩雅上车送他回市区 但奈何轩雅很是拒绝 失落的东西独自开车离开 但没想到车子抛锚坏在了路边 东西看着冒烟的发动机想观察一番 没想到被烫得呲牙咧嘴 这时轩雅叫的出租车也到 轩雅坐上车离开了这里 从此二人一直没有联系 东西对失败的人生不甘地怒喊着 但又无可奈何地接受 女人结婚七年却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她像烂泥一样躺着还不照顾孩子 丈夫看着妻子像废材似的很是厌恶 但丈夫不明白妻子此刻有多痛苦 她的身体像是被浸泡在水里压得喘不过气 有时候妻子也会像正常人一样为孩子吃饭 丈夫对妻子是好是坏的病情有口难言 那里积攒的衣服已经成山 妻子看到后表示会打扫的 无语的丈夫开始对妻子一阵埋怨 丈夫不想在孩子面前争吵 最后祈求妻子有点求生的意志 在丈夫出门后妻子开始打扫卫生 她努力克服自己的心理疾病 接着来到浴室洗澡 还涂上久违的口红和香水 但她没想到刚洗完澡门就被打开 妻子不相信丈夫说的话 于是来到客厅一探究竟 她没想到自己真的洗个澡就度过了一天 仿佛一瞬间就从白天到了黑夜 丈夫看妻子还没做晚饭 于是带着孩子去吃个饭再回来 此刻妻子的抑郁症又开始发作 外面灯火通明的街道在她眼中却非常的黑暗 最后妻子和丈夫还是走上了离婚的结局 但妻子唯一的要求就是得到孩子的抚养权 这天是家庭调查员来咨询的日子 调查员看到萱亚把孩子的房间布置得很漂亮 她特意拍下照片拿来做监护权的判片 而孩子现在被爷爷奶奶暂时抚养 调查员会面谈两位家长来看谁最适合养育孩子 丈夫表示结婚多年妻子没有一直去克服抑郁症 这七年间对孩子的照顾甚少 可萱亚认为自己一直很努力对抑郁症作斗争 丈夫向调查员提供了录像拍下的视频 视频内容显示孩子会经常独自一人玩耍 萱亚知道自己争取到抚养权的希望没有 她决定在开庭之前去几州岛散散行 此时的初恋东西在首尔混不下去了 于是在几州岛做起了小生意 她来到首尔批发近火 在回几州岛的渡轮上两人再次相遇 但东西并没有上前打招呼 只留下萱亚一个人落寞地看着大海 东西本来再也不想见到她 奈何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命运 这次轮到萱亚的车抛锚坏在了路边 萱亚看见有车过来急忙招手求助 但东西按着喇叭加速离开 东西清楚地记得七年前萱亚也是这么做的 路边的萱亚打着救援电话却打不通 这时东西再次掉头开了回来 虽然萱亚一次次伤害了她的感情 但东西还是不忍心 她缓缓从货车上下来 萱亚发现眼前的竟然是七年未见的东西 东西帮萱亚检查车的故障 发觉应该是车的电瓶没电了 而萱亚恳求东西能帮帮自己 东西则表示为什么不向自己打招呼 还不问问自己过得怎么样 实在太没礼貌了 此刻的萱亚很是无助 过了片刻 东西又转了一圈开了回来 她将借来的电瓶给萱亚的车充电 萱亚对东西表示了感谢 然后两人再次分道扬镳 东西自从七年前和萱亚闹掰后 就回到了这个几州岛卖百货 她开着货车穿梭在几州岛和附近的海陆 会以最便宜的价格赢得渔民的欢迎 这也让东西有些稳定的收入 但是这天一位大婶说落了嘴 说大家在其他杂货车那里买了东西 此刻的东西像个不成熟的小孩子 她连亲妈都能断绝往来 何况是渔民呢 另一边母亲坐在海边犹豫了很久 还是给东西打去了电话 母子二人很多年没有说过一句话 而东西并没有接听 她去往哥的村子帮老人修理东西 这样大家会更喜欢买她的杂货 另一边的母亲来到医院 原来她早就检查出胃癌晚期 让医生继续开一点消化的药 后来东西找到母亲警告她不要没事打电话 温喜连忙将东西拉了出去 并且对东西一番苦口磨心地叫你 但东西对母亲的执念太深 温喜眼看却说不了她内心的仇恨只好离开 晚上宣押来到小酒吧喝酒 没成想东西恰好也来此 东西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又爱又恨的女孩 她信心地转身离开 散过了片刻又掉头回来 东西坐在宣押相反的方向喝起了闷酒 这一切都被宣押看在眼里 宣押只好起身离开 宣押一人迎着海风来到昏暗的海边 心情烦闷的她抑郁症又开始发作 东西一觉醒来 发现昨晚的初恋还站在海边 但她对此并没有过多担心 有抑郁症的初恋却在这里选择了跳海自杀 还好被一群海女及时发现 他们急忙穿上潜水服下海营救 东西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愣在原地 然后还是为宣押拼通了急救电话 东西将车上的音乐开到最大 她还发疯式的狂甩床单 大家都对东西反常的行为投来诧异的目光 她对这个初恋真的是又爱又恨 过去了这么多年始终放心不下 一群海女在水下苦苦寻找 最终在珊瑚旁成功找到了宣押 这时东西叫的急救车正好赶到 她五味杂陈地看着这一切 然后东西跟着急救车去了医院 还帮昏迷的宣押垫付了急诊费 随后东西在医院楼下并未离开 他从警察的口中得知宣押已经醒了 船长好奇地过来询问东西和宣押的关系 但东西却对此闭口不谈 船长在临走时将宣押的包裹交给东西 因为民宿的老板得知宣押票还自杀 老板不想承担风险只好将其赶了出来 东西打开宣押的包裹发现全是他儿子的照片 然后一直在医院哭哭等待 直到深夜宣押才打完点滴出院 东西告诉宣押他已经被民宿老板赶出来 于是宣押只好先跟东西一起离开 东西带宣押来到朋友的小旅店 还特意要了带房到窗的意见 东西好奇宣押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才会变成这样 听后东西帮宣押关上门离开 东西在回去的路上给宣押打去电话 他想确认宣押的电话号码有没有更换 为了时刻能得知宣押的安全 接下来东西每天给宣押发短信 看到宣押回复他才够安心 这天宣押在出来散心的时候 碰到了出肠经过意外怀孕的阴珠 这时阴珠的书包却落入了水中 宣押帮阴珠将书包从水里捡起来 还对阴珠献上了恭喜 这也是阴珠第一次得到祝福 另一边东西像往常一样游走在海岛之间 他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瓶颈 东西一直攒钱没有买房子 没洗的衣服他会一起到干洗垫洗 饿了就蹲在街头吃最爱的泡面 该洗澡就去朋友的旅店洗澡 平时就住在车里过夜 这天在朋友的口中得知宣押已经三天没有回来 他冲进宣押的房间验证确实不在 朋友怕宣押已经在房间自杀而下的不敢偷看 这时东西打去宣押的电话但没人接听 于是东西冒着大雨机匆匆的前去寻找 他将车子开到上次宣押跳海的地方 看了四周发觉并没有人 这时宣押给东西打了电话 宣押告诉东西自己去了原来和父亲住的房子 东西由于比较担心宣押还是过来确认 这里已经洞迁和多年前不一样 但东西来到这里还是想起来那件事 那次东西看到宣押被同学糟蹋 于是将同学打了半死 但没想到宣押竟然报警抓他 想起来那件事东西的内心就不是滋味 于是将车掉头开了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东西接了宣押的电话 他问出了多年都好想知道的答案 他不明白宣押为什么要报警抓他 而且至今为止东西都深爱着宣押 然后将宣押的电话挂断 另一边的宣押愣了许久 思绪再三还是决定跟东西说清楚 于是他再次给东西打去了电话 宣押也刚知道东西有这个心结 东西不敢置信 宣押曾经也深爱着自己 然后东西将地上的纸壳扔在铁桶中 升起火来给宣押取满 宣押告诉东西当年什么都没有发生 内的男生衣服脱了一半却不敢再继续 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东西会将他拔死 东西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七年前两人相从的时候宣押已经爱上了钱 宣押结婚后并不幸福还得了抑郁症 或许上天就是喜欢捉弄苦一命的二人 东西问宣押的抑郁症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东西打架那天父亲跳海自杀 宣押看到父亲自杀的一幕就开始有了心情 就是那天改嫁后的母亲将宣押接到了首尔 东西告诉宣押自己同样在那天离开了几周堡 他为了寻找宣押和避免牢狱之灾将家里的现金偷走 然后在首尔打拼蹲 七年前和宣押闹掰后又赚不到钱回到了这 东西对宣押的前夫很是奋勒 他觉得既然知道宣押有心结就应该包容他 宣押在东西这里学会了如何说脏话 如何把心底的苦楚大声地喊出来 无处发泄也是宣押押症越来越严重的原因 另一边东西的母亲开始吐血 未来晚期的她已经没有多少事 但院子里收养的流浪猫还在继续体贴的位 东西在这里帮宣押装修房屋 宣押告诉东西打算把孩子带过来一起居住 她倔强地认为自己会赢得孩子的抚养权 东西不得不让宣押认清现实免得接受不了 可宣押一点后路都没有给自己留下 接下来的几天东西一直帮宣押装修 这也使得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 有一天恩喜特意过来找东西 恩喜看着宣押在场不方便讲话 于是给几十米外的东西打去电话 她提醒东西要跟正常的女人交往 但东西果断挂断了电话 恩喜不明白东西为什么选一个跟她一样恐惧的人 看东西那么坚定恩喜只好离开了 这时东西注意到草地上奔跑的马 询问宣押的孩子是否喜欢 宣押表示她的孩子最喜欢马了 于是东西决定带宣押去马场拍几张照片 不得不说东西帅气的英姿还挺像李炳县的 拍照时东西还特意教宣押如何微笑 这把宣押逗得合不拢嘴 在去港口的路上东西给宣押讲起了小时候 他对宣押说父亲出海捕鱼食丧了 身为海女的姐姐又因下海捕捞逆王 下了渡轮的二人又开车去了批发市场 东西去为岛上的老奶奶敬火 宣押则去找儿子最喜欢的小马抱着 但宣押逛了一遍市场都没找到 最后还是东西在一个角落发现唯一一遍 宣押去儿子所在的幼儿园等待 东西还调侃宣押打扮的像去见情人一般 小猎看多日未见的母亲突然出现也很是开心 他们深深地拥抱在一起 宣押带小猎去了海洋馆 还将拍的真的麻给小猎看 东西则去见了曾经一起开车的兄弟 他跟兄弟说自己一个月能赚一千万 但他们不幸还将兜里的现金掏了出来想 这是东西除了几周岛外仅有的三个朋友 深夜宣押才将小猎送了回去 但在将孩子给前夫后又守押了 两人在马路上互相拉长 再次等候多时的东西看到这一遍 急忙上前将病态的宣押拉到一边 东西将宣押送到他的住所 自己却去对面租了个旅馆 宣押不知道明天能否得到孩子的抚养权 忧伤的他抑郁症又开始发走 外面灯火通明在他眼中却很是黑暗 身体也像被泡在海水中一样 就这样宣押终于熬过了一夜 不出所料法院还是将孩子判断了前夫 东西带宣押去散散心 但宣押还是难以接手失去孩子 他祈求东西可以帮忙 东西带宣押用游戏来麻痹自己 但宣押发现并不管用 他只好哭着离开 东西追上去质问宣押要抑郁到什么时候 最后宣押蹲在街头哭了很久很久 东西也发现应该试着去了解押郁症 他询问宣押押郁症是什么感觉 宣押说身上就像被披了一个湿透的棉被 两人在一次彻夜长谈 天亮时东西整理这次来首尔满的杂货 他会用幽默的广播将物品播出来 在录音的时候宣押成功被东西的广告动向 回去的路上宣押主动牵住了东西的手 两人还在街头买了早餐 接着两人回到住所准备睡觉 这时宣押告诉东西自己决定不回几周岛 他要在这里重新找工作 目的就是能离儿子近一点 东西听到这个消息愣了许久 然后两人都睡入了梦乡 在黄昏时东西醒过来 他轻轻抚摸了宣押的额头 然后穿上衣服不舍地离开了 最终还使老实人扛下了索母 女孩出肠静果却意外怀孕 两个亲家因为婚房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说话兼这里最年长的前辈来吃血肠 其中就有和东西长期隔阂的母亲 东西低着头吃饭并未打招呼 春喜大婶好奇地询问东西关于宣押的问题 东西并不打算回答 但春喜大婶指责东西和长辈说话太没礼貌 东西知道春喜大婶救过无数落水的云女 其中就有她的姐姐 于是东西将春喜和母亲想知道的说了出来 将饭前拍在餐桌上就这样走掉了 两个老人得知东西还交了女朋友还是买的 虽然离过婚还有个孩子 但东西喜欢就好 这天东西在市场门口卖老年人的衣服 没成想母亲却来他这里挑选 东西很是不悦 母亲拿走一件价值5000韩元的衣服却比了一万 东西愤怒地上前塞给母亲5000韩元 他不想和母亲有任何关系 之后东西越想越起 还将看衣服的老年人全都赶走 为了发现内心的怨气 东西拿着很多衣服找到母亲 祈求他不要再来他这里买东西 一旁的长辈春喜看不下去 就这样狗东西气呼呼地离开了市场 这时的恩喜在刚才的争吵中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上前关怀玉东大婶身体情况 但玉东大婶却表示没问题 一旁的春喜大婶也没有透露玉东癌症晚期的事实 善良的恩喜这才放心下来 另一边船长和东西去了正在装修的房子 东西将自己和宣亚的经历都告诉了船长 也只有船长能让东西袒露心扉 船长询问宣亚还会回来这里吗 东西说他也不清楚 不过会一直等下去 船长还调侃到那就是爱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船长和宣亚才是一对 这天东西接到母亲的电话 母亲想让他去祭拜一下去世的继父 东西一听心碎了一地 他强压自己内心的怒火 连忙表示自己连亲生父亲都没有祭拜 现在竟然要求自己去祭拜一下继父 而且当年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多次殴打他 但母亲没有给东西拒绝的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把东西气得多年的痔疮都要放了 可东西不知道的是这是母亲最后一次请求 母亲不久前查出身患胃癌晚期 如今的生命已经所剩无几 这天母亲先将一些衣服和物件烧掉 她心想死后没有人会祭拜自己的 到另一个世界也算有个念想 这时恩喜恰好路过这里 她看到玉东大婶和东西曾经的照片 还有因下海捕捞鲍鱼而溺亡的冬衣 玉东大婶一把将照片也丢入了火中 之后玉东大婶又口吐鲜血 善良的恩喜察觉不对劲 于是玉东大婶将病情告诉了她 恩喜还帮玉东大婶买了一些药 回去的路上恩喜建议将病情告诉东西 但大婶并没有同意 这边东西接到了宣亚的电话 宣亚表达了对东西的思念 还告诉东西自己要去找她 这把东西高兴得像个孩子 几天后东西去首尔再次进火 决定趁这次机会见一见宣亚 东西特意住了旅馆将衣服洗干净 再用吹风机将衣服一丝不苟地吹干 东西问宣亚如果有一天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会怎样 片刻后宣亚就发来了短信 她说自己会非常的开心 于是东西为了晚上的约会养精蓄润 这时恩喜打来电话 疲倦的东西顿时没有了睡 她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男人偷偷来找刚下班的女友 却看到女友和前夫相聚的场面 前夫还贴心地给女友整理弄乱的头发 东西看到这一幕傻傻地愣在原地 她觉得现在自己的出现是多余的 看到他们一家恩爱的样子 东西用力按着喇叭发洗 然后猛踩油门同女友的面前经过 此时的宣亚认出了东西的杂货车 她望着东西离去的方向看了许久 东西则连夜买了回几州岛的船票 宣亚特意打来的电话也没有接听 本来今天东西的心情就不太好 因为刚得知有隔阂的母亲即将去世 另一边的宣亚默默看着手机里的相片 那是东西骑马时最帅气的样子 回到几州岛的东西像往常一样送货 饿了就在路边煮她最爱的泡面 这时手机的讯息突然响得不停 市岛上的朋友纷纷指责东西不给母亲打电话 最后一条是宣亚起求东西给她的机会聊聊 东西并没有搭理他们 但没想到端起来的泡面撒了一声 母亲那边姐妹们都来帮她准备供名 他们都已经得知大婶未来晚期的消息 于是都过来看看能帮她做点什么 第二天应全和浩熙找到东西 二人将东西带到恩喜的小酒馆 他们劝说东西能答应母亲最后的心愿 带母亲去牧谱祭拜东西的祭福 男孩的姐姐刚刚去世 母亲便拉着小车去找新男人 并且告诉男孩以后不许叫他妈妈 因为他要去给别人当妈妈了 男孩哭着说自己办不到 于是母亲抽了男孩无数个重重的巴掌 他还会被两个没有血缘的哥哥经常殴打 男孩为了验证母亲是否关心他还会故意跟哥哥打架 但母亲从来没有表现过一丝关怀 东西想起来这些伤疤就一阵心痛 如今母亲癌症晚期即将离开人世 他的内心却没有丝毫喜悦 相反有股难以平息的怒虎 这让东西的心情很是复杂 晚上船长将喝了酒的东西送了回来 这时轩亚的电话打来 东西犹豫了片刻还是接了电话 他对轩亚述说自己的母亲已经癌症晚期 但他的内心却丝毫没有悲伤 甚至有斩断着老人关系的解脱感 现在唯一面临的问题是母亲逼自己去祭拜祭父 这是母亲生前最后的心愿 但明明自己不可能去祭拜祭父的 然而现在村子里的长辈都指责他是混蛋 并且对轩亚诉说自己童年的遭遇 所以这么多年东西一直叫妈妈为爱 这是东西第一次跟别人讲自己的伤疤 后来东西在打了两个哥哥后决定逃跑 他拿着祭父的现金祈求母亲一起走 结果母亲却辱骂东西是小偷的主 轩亚听了东西的故事很是怜悯 很想现在过去给她的拥抱 东西很好奇母亲为什么这么对她 从来没有做到一个母亲该有的职责 为什么现在快死了还要用命令的语气要求她 其实轩亚也很好奇父亲为什么当着她的面自杀 奈何现在想知道答案也不可能了 轩亚建议东西能直接去问问母亲 这样在母亲死后她才没有遗憾 东西听后沉默了许久 然后问轩亚跟前夫是否复合 轩亚告诉东西并没有复合 而且现在交往的对象是东西 东西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心情总算有些好转 在挂了电话后 东西决定带母亲去祭拜祭父 然后质问母亲跟别的男的睡觉的时候是否会睡着 儿子被打成狗的时候是否会心疼 为何不小心叫上妈妈就会被他殴打 第二天母亲为东西买了杯咖啡 这次东西并没有拒绝 而且直接将滚烫的咖啡一饮而尽 东西故意来到应泉这里吃血肠 但曾经的好友已经对他很失望 他们不由自主地对东西母亲投向怜悯的目光 这时东西询问做爸爸的阿贤还打算上学吗 阿贤表示自己两年后重新考大学 东西看了看一旁危矮晚期的母亲 然后询问母亲打算什么时候去祭拜 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许久 大家也难以置信地看着东西 一旁的春喜大婶告诉东西是明天晚上 母亲想确认东西是否真的会带自己前去 东西却没有回话表示了默认 母亲则告诉东西要凌晨出发 大家都为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感到开心 第二天母亲凌晨开始打扫房间 她心想自己这一去可能会死在外面 于是想干干净净地走 从来没上过学的母亲还每天坚持学写字 凌晨四点的时候东西来接母亲 但叫了半天却没有回应 原来母亲在厕所刷马桶 母亲让东西把房间里的包裹扔了 她说自己是倒霉一生的苦命女人 别人用了她的东西会像她一样倒霉 东西只好来到母亲的房间 却被墙上的照片深深地吸引 那全是他们原来一家的幸福合照 还有东西从小到大的照片 东西呆呆地看出了神 但最后看到继父和母亲的照片时 东西还是厌恶地走掉 东西愤怒地将包裹扔了出去 她不明白母亲的心底到底怎么想的 在母亲上车后让东西去拿院子里的包裹 那是她给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准备的萝卜干 东西听后又心碎了一地 感觉母亲对她的继子比亲儿子还轻 东西气呼呼地将腌好的萝卜干拿到车上 东西开车来到春夕奶奶这里 却让东西帮忙带很多鱼 但由于春夕不说清楚 这让东西搬来搬去很是崩溃 完事后东西全力赶往码头 可来到的时候让东西一阵无语 只见眼前的轮船从面前缓缓开走了 于是他们只好等待下一趟渡路 之后东西跟两位老人分开去吃早饭 母亲倔强地一直跟在东西的身后 上船后东西跟母亲说自己会实现她的愿望 但之后请做好心理觉悟 因为她要询问一些当年的问题 母亲却丝毫不在意的样子 从杜伦出来后他们前去医院 母亲去看望了春喜住院的儿子 在医院里东西的母亲玉东又开始吐血 春喜听到玉东痛苦的呕吐声很是揪心 但玉东从厕所出来后却给了春喜一个存折 那里面是玉东全部的积蓄 他表示给春喜正在住院的儿子的 可能是春喜的儿子更需要钱所以没给东西 之后春喜送别了这个老伙伴 他们都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永远 东西按照母亲的要求去超市买祭拜用的酒 但母亲看到后指责东西买的酒不好 东西只好气呼呼的钱去更换 于是买了一瓶最好的酒回来 没文化的母亲看到酒上的字还是不太认识 东西则表示自己从小和姐姐就教她写字 没想到快死了还是记不住 这次祭拜的地方选在了老大的住所 而老大的家庭地址母亲却能准确的说出来 东西自言自语的说道记得真清楚 来到老大的住所后 东西询问母亲两位没有血缘的哥哥 是否经常去几周岛探望 母亲表示老二几个月会去看望一次 东西突然感觉母亲的付出非常不值得 母亲照顾他们瘫痪多年的妈妈长达15年 又照顾病倒的养父十多年 结果只有一个孩子偶尔去探望 老大压根一次没去过 母亲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他还特意给两个儿子淹了爱吃的萝卜杆 东西带母亲来到七楼 然后放下祭拜的东西就要离开 母亲却让东西一起去祭拜 因为东西吃了他家的饭还偷了养父的钱 但没想到门被陌生人打开 东西和母亲这才得知老大早就不住在这里 而且搬到对面的楼房里 东西一阵无语又气愤 在电梯里母亲说上个月给原配扫墓时 他遇见了老大 但老大没有告诉母亲他已经搬家了 母亲知道东西已经在气头上 所以不让他进去了 而东西也不想见到那厌恶的哥哥 东西放下物品后转身离开 但在出去的时候东西偶遇回来的老大 两人看了看彼此没有讲话 这时东西突然想起来曾经对他的殴打 愤怒的东西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此刻好想切换大号在背后吐吐他 于是在老大关上电梯的一刻 东西成功用手拦住了电梯门 东西来到老大的家里来回观察 而母亲和两个儿媳妻忙碌共挺 准备好后一行人开始祭拜 而东西在一旁看着 老大没有给东西祭拜的机会直接将共挺收起来 在吃饭的时候东西大快堵 这是一旁老大的妻子说丈夫经常提起东西 大哥却一直辱骂东西是个乞丐 东西将母亲送到一楼后却没有出来 他关上电梯门返了回去 看着东西的表情还以为要上去干掉大哥 楼上的二人坐在地板上收拾残局 这时东西按响了门铃 东西带母亲回去的路上白胆交集 他没想到母亲会这么维护他 泪水也不禁一间湿润了眼眶 看着母亲因为奔波又要吐血 东西急忙将车子停在路边 他祈求母亲能去医院打个阵痛剂 但母亲并没有同意 东西带母亲来到一个小浴馆 在临走时东西看着母亲还是好奇地问道 东西没想到母亲会这么回答 他愤怒地将门关上 母亲也明白东西的不意 但他觉得自己当年没有做错什么 深夜母亲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他打开窗户看像睡在车里的东西 心里还是很心疼他这个亲生儿子 第二天多年未见的二哥找了过来 他表示得知继母身患癌症晚期很是难过 但东西并不欢迎二哥的到来 二哥告诉东西昨天大哥得知继母的情况也很是后悔 还有请继母去世的时候请联系他 东西一听果断拒绝了二哥的请求 二哥知道东西对当年殴打他的是耿耿于怀 于是对东西说道 东西听后并没有再说什么 之后东西带母亲去往他的故乡 那是母亲去世前最后一个行愿 在东西多方打听后得知那里早就变成水货 但奈何母亲的坚持东西只好开车前去 东西先带母亲去填饱路子 没想到鲜点的三鲜杂酱面被老板给了别人 东西警告老板快点端过来 但老板端过来的是普通的杂酱面 东西带母亲来到他曾经的故乡 但几十年过去了早已物是人非 曾经的村庄如今已经被规划改造成水库 母亲在树林里行走不小心扭伤了脚踝 但他忍着疼痛还是要去看一眼家乡 经过两人的长途跋涉终于翻过了山 但这里没有一点当年留下的痕迹 母亲看了很久也不知道之前的房子在什么方位 母亲告诉东西最后一次来的时候 是刚刚生下他的姐姐 然后东西询问其母亲 东西第一次知道母亲原来这么可怜 从小父母就因病去世 后来哥哥还被毒蛇咬死了 这些是东西不知道的 再后来母亲嫁给几州岛的丈夫却出海丧了 而东西的姐姐因捕捞暴鱼儿女王 也就是说现在母亲的亲人只有东西一人 弘扬东西也只有母亲这一个亲人 东西察觉到母亲的脚踝受伤 于是将母亲搀扶到一旁的树干上 东西看了看母亲廉价的鞋 责怪他赚了那么多钱却不知道花 母亲表示自己歇一会儿就好 东西气愤地说如果那么快好的话 癌症早好来 他看出来母亲伤得不轻无法下山 于是给母亲找了个木棍当管让 但这时突然要变天 东西将自己的衣服给母亲披上 决定背着母亲快速下山 但母亲趴上来后难以置信母亲的重量 母亲已经受到皮包裹的状态 东西再怎么恨母亲此刻心里也很难受 回到车上东西问出了憋在心里多年的问题 当年为什么对她那么残忍 母亲听后终于要回答困扰东西多年的问题 她表示自己是疯女人不知道什么是愧疚 当年因为自己怕下海所以才让女儿去做孩子 结果女儿再一次捕捞鲍鱼作业中溺亡 由于女儿去世后没有经济来源 所以她随便找个男人养 母亲一直认为只要能吃饱饭 孩子能住上不漏鱼的房子 还能有学上就足够了 她一直都是那种傻子一样的想法 母亲说当年眼睁睁地看着东西被打去五栋鱼中 真的应该被狗咬死才对 并且祈求东西在自己死后不要干脏 也不要为她流泪哭泣 希望能把她丢在大海 这样就可以和东西的父亲和姐姐团聚 接着母亲又开始口吐鲜血 东西也知道了困扰多年的答案 之后东西带母亲来医院打点滴 而母亲却执意要回几周岛 她不想死在外面也不想花钱 东西则打算去给母亲缴费住院 但母亲对东西苦苦哀求想回几周岛 于是两人来到港口等待轮船 东西打算先去带母亲吃饭 母亲则要吃东西最爱的大酱汤 东西告诉母亲自己最讨厌的就是大酱汤了 于是两人去吃母亲最爱的杂酱面 东西在杂货车里找到一个休闲鞋给母亲换上 看着母亲已经没有力气断面 东西会贴心地给母亲办好 然后东西询问起了父亲 白色 这时母亲还想去一个地方 东西只好带母亲来到此处 原来这家餐馆是母亲曾经刷盘子的地方 也是在这里遇见了东西的父亲 从母亲的哥哥去世后就一人在这里讨饭吃 然后完成心愿的母亲和东西连夜回几周岛 这时母亲想知道金字怎么写 东西写好后母亲在前面又写上了两个字 母亲表示这是她的妈妈的名字 东西明白母亲快死了家人的名字还没见过 于是她将家人的名字都写了一遍 这时东西问母亲有没有去过汉拿山 母亲表示从来没去过 东西叹息母亲身为几周人竟然没去过 自己曾经恨母亲的时候会经常去 那里下雪后的风景真的是仙境 母亲表达了想去看一眼的想法 下船后东西看了看熟睡的母亲 于是决定将车开到汉拿山 当母亲睁开眼睛后看到了美丽的景象 东西告诉母亲山顶的白鹿 坛比这里漂亮千百倍 母亲听后执意要上去看看 但她的身体已经快不行了 东西看母亲那么执着只好答应 在登山的时候东西询问癌症晚期的母亲 如果可以转世投胎的话希望变成什么 东西将气喘吁吁的母亲牵到一旁休息 然后她询问母亲如果自己向姐姐谊爱学习 并且性格开朗为人和气的话 还希望成为母子吗 母亲看了看东西然后点了点头 这时东西告诉母亲姐姐是因为喜欢大海 并不是母亲让她去做海女才做的 而且身为海女的母亲也阻止过姐姐 东西不想让姐姐的溺亡成为母亲的心结 东西问母亲这辈子什么时候最快乐 母亲却回答是跟东西一起登山的现在 这时有两个年轻人放弃上山而折返 东西决定让两个年轻人带母亲下山 自己用全力上山然后拍视频给母亲 母亲看着奔跑上去的东西只好接受 东西用最快的速度上山 而母亲回到了山下的咖啡店 这时母亲拿出手机给老大打不过去 老大拿起电话看是继母打来的并没有接听 可能对于老大来说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继母 也可能是她觉得这个继母就是个庸人可有可 而东西一边登山一边回忆起母亲 她觉得这一辈子发生的故事好像就一瞬间 母亲则趴在咖啡店的桌子上一动不动 东西经过数小时后成功登顶 但由于气象原因白露坛没有开放 东西只好拿出手机在这里拍下视频 之后东西就全力往山下赶去 这几个小时母亲趴在那里没有动 正当店员去看看怎么回事的时候 东西恰好赶了回来 东西一遍遍叫着母亲的名字 原来母亲只是睡了过去 在回去的路上东西把拍的视频给母亲看 而母亲却反反复复看了无数遍 东西不知不觉已经湿润了眼眶 晚上东西将母亲送了回来 这时东西询问母亲要不要去她的住所开年 于是母亲跟东西来到了这里 但没想到宣亚也来了 东西向宣亚介绍这是她的妈妈 而东西向母亲介绍宣亚是自己喜欢的人 他们两人互相真挚地打了招呼 东西跟宣亚的儿子在外面玩鞦韆 由于母亲没有文化还不善言辞 她只好一遍遍说东西是个善良的孩子 宣亚表示她也那么认为 天已经生了宣亚邀请母亲住在这里 母亲听了很是开心 她没想到东西能找到这么好的女朋友 但母亲知道自己大限将至 于是决定还是回到破旧的房子 东西看了看房子上的照片陷入沉思 母亲告诉东西 她的爸爸和姐姐一定去了天堂 因为他们去世后一直没有来过她的梦 一定是去了好的地方所以才没有回来 东西询问又不用在这里陪母亲过夜 而母亲让她回去陪女人喝海 在临走时东西让母亲煮大酱汤 母亲诧异地问东西不是讨厌大酱汤吗 东西表示母亲的大酱汤最好喝了 所以这几十年外面的大酱汤从来不喝 之后母亲开心地睡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刚刚亮 母亲就开始忙碌给东西做大酱汤 还将院子里的流浪狗喂了一遍 在东西赶过来的时候 看到了母亲身旁的早饭 东西发现母亲已经没有了气息 她拿出电话给春喜大神打 尤其让这些婚优狗 如果你们交关于日落 她说的 只要是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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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